总统夫人周美清和艺人张爱佳 关怀偏远不落 陪着马家乡的原住民小朋友 一起上了音乐课 而且还一起享用午餐 最近社会上就连续发生了 两起虐童致死的案例 周美清看到这些天真无邪的原住民小朋友 他很感性的说 每个小孩都是宝贝 美丽小朋友要努力的平安长大 总统夫人周美清和艺人张爱佳 与原住民小朋友一起上音乐课 自对国小同学仿佛又回到童年时光 我不能够失信我一定要回来 所以今天我就回来了 然后我依然看到就是你们最美丽的面孔 还有你们最美丽的歌声 与马家乡国小学童相约再见 周美清也发送文剧组给小朋友 不但鼓励原住民小朋友要好好念书 周美清也和小朋友一起享用午餐 社会上连传两件虐童致死的家庭悲剧 让周美清有感而发 周美清与张爱佳关怀偏远部落学童热烈互动 把原住民小朋友当成自己的宝贝 展现为人母的爱心 周年新闻张春华张玉昕 评论报道